中央社记者田玉斌台北三菱日电第四届公司治理评鉴结果出炉,在受评的86 一家上市公司中,前5%的名单有14名变动,国泰金控挤进前5%名单中 根据证交所公布资讯,包括华新、神龙、中钢、光宝科、南亚科、友达、京电、华航、台湾高铁、京城银、国泰金、连结、台气电及统一 十都是今年新晋榜前5%的上市公司,其中,华新、南亚科、京电、华航、台湾高铁、连结、台气电,统一时更是首度挤进前5% 此外,包括统一、东元、玉龙、中华、连电、台达电、台积电、中华电、中售、富邦金、玉山金、统一超 台湾大、创意、远传、信义这16家更是自有公司治理评鉴以来,连4年都维持在排名前5%的名单中 证交所主管表示,要在公司治理评鉴拿高分,在独立董事的设置、审计委员会设立、电子投票及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CFR等加分项目,资本额较高的上市 公司确实较快做出反应,以第四届为例,资本额超过新台币100亿元的公司占整理受评鉴公司约13.24%,但占排名前20%的比重高达44.77% 证交所主管指出,虽然公司治理评鉴的指标有利于大企业,但中小企业近年来已有迎头赶上的气势 举例而言,今年排名在前5%的连结资本额仅8.47亿元,也能拿下排名前5%的成绩 证交所表示,随着公司治理评鉴的实施,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的各购面有显著进步 去年股东会采用电子投票及主案票决的公司分别成长53%、26%、董坚 市选局彩候选人提名制的增加38%,且全体上市公司都已设置独立董事 在2月底前申报前1年财报的加数也从2014年的22家增至去年的81家 编辑,郭评音1070430